什么样的起源 其实又是合到我之前在学务处 因为我之前掉去学务处 就是这样算不过的学习 那时候其实我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跟学生去海湾河河 那可是也是还没完成 我就掉到学务处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想到对这个 这时候我自己去了一趟 学务在哪里 我去了十六天 其实你所看到的 你所听到的 冲击很大 比如说 他们的物资 他们的生活 就是不是那么的优渥 可是他们却是很快乐 我很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去感受这一块 看到人家这样的生活 他们都还能够很努力的在上街 很深处 那我希望我们的学生 也能够这样子 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物质生活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 然后看到你这样子 对他们向往 然后我们去那边 比如说去 孤儿园带着他们的院童 一起踩过他们的园区 对 那对他们而言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所以去画 画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让他们更会认同那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 生活其实会过得真的 不会像台湾这么 这么的舒服 卫生环境也不会这么好 我想带你们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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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